按照御膳房的规矩 提掉上宫过生日 作为御膳房的最高上宫 是要亲自为提掉上宫做一道料 长津也被派过来帮忙 但郑上宫由于年事已高 经常会有头昏眼花的毛巫 为此也只能将任务交给长津 他也没有辜负郑上宫的厚爱 很快一大锅的食材便被摆在了锅里 在天上早已经准备好的高汤 一大盆美味的韩式火锅就这样完成了 但提掉上宫尝了一口却十分的不满意 并且狠狠地训斥了郑上宫 等宴会结束之后 长津跑来亲自尝了一口 但却感觉没有什么味道 于是又叫精英过来尝了一口 精英尝过之后直接告诉长津 这不像是郑上宫做出来的 实在太闲了 这时其他人也都围了过来 纷纷开始议论起提掉上宫训斥郑上宫的事情 长津意识到事情不对 赶忙跑到了厨房 将厨房中各种调料都尝了一点 原来舌头上应该传来的味觉此时却什么都没有 他又拿出一根牙签在舌头上划了记下 这才发现舌头竟然没有了直觉 他身为御膳房的宫女 如今却失去了味觉 以后又怎么能烹饪出美味的佳肴出来 或许是上次以绅士毒的时候服用毒药过量而留下的后遗症 于是他赶忙找来上次遇到的阴影 请他用针灸来帮自己恢复味觉 可几天过去了 他的味觉依旧没有恢复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跟提掉上宫狼狈为奸的上宫们正聚集在一起 他们一致认为 郑上宫辞举是没有将提掉上宫放在眼里 提掉上宫也听从了小伙伴们的建议 准备将不听话的郑上宫换掉 至于他心目中最好的人选则是崔上宫 因为他感觉他可以完全掌握崔上宫 不会出现跟郑上宫类似的事情 很快郑上宫便收到了自己即将被辞退的通知 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等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之后 他特意一大早起床 亲自为国王准备了一桌子的丰盛美食 趁机又对国王提出了准备告老还乡的情形 虽然国王一再挽累 但他还是坚持要离开王宫 他希望自己离职以后 郁上宫的韩上宫以及崔上宫通过竞技的方式 来选取谁才是郁上宫下一任最高上宫 至于失败者将要被逐出王宫 国王对郑上宫的提议很是满意 于是便同意了下来 可提掉上宫却是万分的不满 因为他早已经收下了崔家的会务 如果中间出了差池他也不好交代 而崔上宫则是更加的气愤 原本以为郁上宫最高上宫的位置自己守到勤来 两名上宫禁忌需要一名助手来帮自己打下手 崔上宫自然选择了本家的精英 而韩上宫则是选了他最信任的长津 这让长津觉得十分的意外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他已经将自己失去位觉的事情告诉给了韩上宫 但韩上宫依然还是选择了他 因为在他的身上 韩上宫看到了昔日好友的身影 同样具有超乎寻常的创造想象力 同时他也相信长津的位觉终有一天能够得到恢复 为此韩上宫也时常带着长津四处拜访名医 希望他可以早日恢复味觉 可得到的结果却每次都一样 长津也经常用带有刺激性味道的东西来刺激自己的舌头 但不管他怎么尝试都无济于事 这一切也都被韩上宫看在了眼里 韩上宫看着眼前的长津 对这个女孩也愈发地心疼 第二天的时候 韩上宫特意让长津为自己做一道菜 但不允许他品尝味道 只让他凭借着感觉去做 因为他坚信以长津的能力是可以做到 作为一名优秀的厨师一般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就是手感的味道 也就是天赋 第二便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拥有了能够画出味道的能力 他认为长津便是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从小他也是把长津往这方面培养 让他去山上采摘野菜 品尝山间的吸水 回来再烹饪出美味的食物 就是为了能够锻炼出长津这方面的能力 很快长津的第一道菜便做好了 韩上宫尝过之后不置可否 而是让他再去做一道菜 长津非常的疑惑 但还是听从了韩上宫的安排 等长津离开之后 韩上宫则是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第二道菜是朝鲜汇菜 依然是不允许品尝味道 这次韩上宫尝过之后 直接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他此时才完全确信 长津已经拥有了能够画出味道的能力 长津听了韩上宫的话 同样也激动得泪流满面 他总算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帮到韩上宫了 在当时的朝鲜时期 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 都有用大钢酿造大酱的习惯 可这一批酿造出来的大酱 不管是色泽还是味道都没有之前的好 但不管是酿造大酱用的水以及豆饼 盐巴还是大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为了查清楚原因 韩上宫以及长津被派了出去 经过他们的调查才发现 民间酿造出来的依旧美味无比 但他们会将大酱放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 据说那里是将神出没的地方 并且还会举行祭祀活动 将神会保佑每一个酿造大酱的人 所以才会酿造出如此美味的大酱 可王宫也会举行祭祀活动 这让韩上宫也非常的疑惑 这时长津忽然想到 今天养父母在给自己送酒的时候 大叔告诉他这坛酒里面特意加入了花粉 有了花粉加入 酒的味道也会更加的纯香 而宫内放酱缸的地方之前 几棵大树刚好被砍掉 想到这里 一个大胆的想法便在他脑海中产生 经过两人的折腾 被放在树下有花粉掉落地方的大酱 果然美味无比 问题得到解决两人很是开心 韩上宫也决定将这次 给国王熬酱的任务交给了长津 国王尝过长津的手艺之后 对此赞不绝口 当场表扬了韩上宫以及长津 看到韩上宫受到了嘉奖 一旁的崔上宫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他找到了跟连生一直有过节的令人 给了他一袋钱 让他搬到长津的房间居住 长津以及韩上宫今后的一言一行 也必须如实地跟他会报 对于崔上宫安排的任务 他没有任何犹豫地便答应了下来 这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将密封的风针拔出来扎在长津的手上 接着又如法炮制 又拔出一根风针 然后小心翼翼地扎在长津的舌头上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长津失去了味觉 所以他才找到预言的主部大人 希望借此可以帮自己恢复味觉 因为失去味觉的事情 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事 自从他失去味觉之后 便开始翻阅医书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恢复味觉的方法 可他的医书也被潜伏在他身边的另路看到 一名御膳房的宫女却经常看医书 这让他觉得十分的不解 于是他便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崔上宫 崔上宫对此也很是疑惑 御膳房最高上宫的禁忌很快就要开始 为何不专心研究诗谱 却开始研究医书了 难不成他是想转行去做医书 可就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便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他从屋内出来 发现长津在跟一名医女在嘀嘀咕咕 长津看到他之后又匆忙地离开了 崔上宫十分疑惑地询问医书 长津是不是准备转行做医女 医女告诉他 并非如此 长津是在询问他的味觉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失去了味觉 于是他便决定亲自测试一下 按照御膳房的规矩 宫女在成为御膳房的内人之后 必须要以自己的创造想象力 烹饪出一道新的菜肴出来 并且有两名上宫对此做出评价 但这次崔上宫却别出心裁 在尝过所有的菜品之后 决定让所有人做出来的菜品互换 让众人一起来做这次的评委 长津品尝的是令露做的小酥肉 失去味觉的他只好表示说味道十分的不错 香酥嫩滑可口 听了长津的描述 韩上宫十分的担忧 令露则是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原来在烹饪的时候 令露在崔上宫的指使下 故意放了很多的言把 韩上宫以及崔上宫都藏了出来 果然不出崔上宫的预料 长津已经失去了味觉 随后他马上找到郑上宫 向他秉明了长津失去味觉的事情 并且表示说 韩上宫知情不报 理应跟长津同罪被赶出王宫 为了测试长津是否真的失去味觉 他让崔上宫将长津叫了过来 又在他的面前放了三碗水 表示说一碗水里面放了盐巴 一碗水里面放了醋 一碗则是清水 让他尝一下其中的一碗 然后说出里面的味道 无奈之下长津也只好照做 尝过之后他告诉郑上宫 这是一碗加了盐巴的水 可郑上宫却告诉他 这三碗都是清水 看来长津确实是失去了味觉 崔上宫则是趁机再次跟郑上宫建议 一定要将长津赶出王宫 一个失去味觉的厨子 又怎么能给国王做出美味的事物呢 韩上宫一听马上慌了 他绝对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长津被赶出去 表示说长津已经有 可以画出味道的能力 不管是任何食材 经过他的手之后 都能烹饪出美味的事物 并且以上次给国王熬制的大将为例 即使他已经失去了味觉 也能完美地做出美食 但崔上宫并不相信韩上宫的话 没有接触过的食材 又如何知道他的做法 又如何做出完美的味道 但为了让韩上宫 以及长津死心 将他们赶出去 崔上宫便提议用一种 从来都没有用过的食材进行测试 如果长津做不出来的话 那么他和韩上宫将要一起 被赶出王宫 这是一块泡菜国人们 都没见过的鲸鱼肉 既然没人见过也没有人会做 但韩上宫以及崔上宫 却要用他给国王 做出一份美味的佳肴 作为两位上宫助手的长津 以及精英自然 也必须参与其中 为了了解鲸鱼肉的做法 长津特意去寻找养父 可养父也没有做过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告诉长津 鲸鱼肉应该跟牛肉差不多 只不过会略薪一点而已 反正作者是不知道 有知道的家人们 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科普一下 无奈之下 长津只好拿出 母亲遗留的饮食手杂 但里面也没有关于 鲸鱼肉的记载 而崔上宫则是在兄长这里 拿到了如何烹饪 鲸鱼肉的方法 他们这种小地方 自然是没有了 据说是家里的长辈 去中国的时候偷学的 虽然韩上宫 以及长津都没有做过鲸鱼肉 但还是按照以往的经验 很快便做了出来 玉扇在成北国王之前 郑上宫自然要先尝一下 韩上宫做出来的 虽然味道还可以 但用来蘸的酱却有点稀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崔上宫 以及精英做出来的 郑上宫尝过之后 对此赞不绝口 毕竟他们可是有记载着 鲸鱼肉做法的小本子 而且据说 还是从中国学来的 至于长津做出来的 郑上宫尝过之后 不置可否 便直接让人给国王端过去 崔上宫还想阻拦 却被郑上宫给打断了 很快一桌子丰盛的鲸鱼燕 便摆在了国王的面前 国王尝过长津的手艺之后 对玉扇房大家赞赏 称赞他们对没有见过的食材 也能做出如此的美味 对长津做出来的菜品 更是赞不绝口 出来之后 韩上宫将这个好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了长津 长津同样也告诉了 韩上宫一个好消息 经过预员主部 用风筝的治疗 以及养父用诸苦胆的刺激 他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味觉 得知这个好消息的 韩上宫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可另一边的崔上宫 却是被气坏了 他不相信长津真的拥有 可以画出美味的能力 肯定是长津在里面 做了什么手脚 于是在中午御膳房的宴会上 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输了 并且还夸赞了长津一番 失去味觉还能做出 如此的美味很是了不起 但作为御膳房的那人 既然已经失去了味觉 那么在味觉恢复之前 是不能留在御膳房的 郑上宫想要为长津辩解 表示说长津只是暂时失去了味觉 并且不是很严重 可崔上宫依旧在咄咄逼人 表示说既然如此的话 就由我来亲自检测他味觉的程度 如果不严重的话 就将他留下来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郑上宫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长津作为主角 很是秀了一把主角光环 不仅十分轻松地尝出了 四种虾酱的味道 更是轻松地说出了 制作虾酱的各种配料以及生产日期 崔上宫一脸的难堪 郑上宫更是借着给众人训话的机会 话里话外狠狠地将崔上宫说了一顿 作为一个优秀的团队 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相互帮助 而不是在背后使坏 崔上宫自然能听出来 这是在说他自己 把他给气得高血压差点都犯了 但如今长津已经恢复了味觉 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独自一人生着闷气 为了感谢主部大人的帮忙 长津特意为他做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同时也为给予他帮助的敏大人送去了点心 但他们两个不知道的是 爱情的种子此时已经在两人中悄悄地发芽 由于国家当时连年干旱 百姓们的生活十分地辛苦 刚好最近又赶上王子的生辰 大飞便跟国王建议 以王子的生辰宴来作为两名上宫的第一轮比试 但要求必须使用民间最为普通 百姓们可以经常吃到的食材来烹饪 为此几人也被派出王宫寻找食材 经过几天的努力 美食也被端到了大飞的面前 崔上公给太飞准备的第一道菜是虾酱 但却并不是跟往常一样原料选用大虾 而是选用鱼鳃腌制的 大飞非常的疑惑 崔上公接着解释 在民间 百姓们一般会使用鱼卵或者是鱼肠来制作虾酱 鱼鳃则是会直接扔掉 所以他选择了用鱼鳃来制作 腌制出来的味道也十分地不错 再加上民间疾苦 寻常百姓根本就吃不起鸡鸭鱼肉 所以用鱼鳃来改善生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飞对此很是满意 而韩上公带来的则是用梅子腌制的咸菜 梅子作为朝鲜当时最为常见的一种水果 其作用只能是泡酒 除了泡酒之外只能将其扔掉 但将其腌制以后味道也是相当地不错 不仅仅如此 梅子还有开胃的效果 对脾胃不好食欲不振的人有奇效 大飞尝过之后发现味道果然不错 不禁对其大家赞赏 但现在崔上公以及韩上公呈上来的都非常的不错 实在难以分出胜负 在那事关的建议下 大飞尝了两名上公呈上来的第二道美食 虽然做出来的汤都非常的不错 但大飞尝过之后还是选择了崔上公 这让长津很是惊讶 至于崔上公以及精英则是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而韩上公则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长津在熬汤的时候选择用的食材是牛肉牛骨以及牛奶 在当时的朝鲜时期这些食材可是属于奢侈品 可是相当的昂贵 只有贵族以及有钱人才能享用 但长津好像忘了大飞这次让他们鄙视的初衷 大飞的本意是让他们用民间最为寻常的食材烹饪 但这些食材显然是普通百姓无法轻易得到的 为此韩上公很是生气 他训斥长津一心只想着赢得比赛的胜利 但是却舍弃了对待食物的基本态度 前几年的时候你可以将木炭放入酱缸来驱除异味 用山泉水做凉面 在没有面粉的情况下用白菜叶做饺子 原本以为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海门 有能画出味道的能力 可没想到你的才气却变成了你的毒药 为了惩罚他 韩上公让他去寺庙照顾一名老上公 他并不是因为输掉这一场鄙视而惩罚长津 他明白宫内不比其他的地方 这里面有很多的陷阱 也有很多的诱惑 有时候会被人威胁 有时候会被人会晤 也可能会面临大富大贵的诱惑 如果不能始终保持拥有一颗寻常的心态 那么还不如让他回家种地算了 如今让他去照顾即将去世的老上公 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磨练 这名生命垂危的老上公曾是王后的奶妈 在弥留之际他一直有一个心愿 大叔告诉长津 在老上公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离开了人世 一直是跟他的哥哥相依为命 哥哥为了让他有一口吃的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把生命 饥饿的老上公尝过之后 感觉十分的香甜又十分的有嚼劲 可当他在看向哥哥时 哥哥却已经躺在地上睡着了 永远地离开了他 老上公则是被好心人给救了下来 之后一直在宫内当差 哥哥临死之前 给他弄来的又香又有嚼劲的生命 他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 如今在弥留之际 他不希望带着这份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他想要带着这种磨练去看他的哥哥 但这种又香又有嚼劲的生命 如何能找到了 幸好长津遇到了一名在这里做饭的大叔 但长津竟然发现 这名大叔做出来的饭菜 竟然比王宫里面的还要美味 长津作为一名御膳房的厨师 出于本能地想要跟大叔请教方法 但大叔告诉他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厨师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守法秘籍 可长津哪里会醒 一直追着大叔问食材在什么地方采摘 是如何晾晒 可大叔一直都是在做着最为寻常 最为简单的事情 野菜是在山上随意地采摘 晾晒则是直接在太阳下面晾晒 不过还是在大叔的口中得到了有用的消息 大叔告诉他 老上宫寻找的生米应该是金下面 这种米生长在背阴的地方 因此生长十分地缓慢 但为了赶上每年中秋的祭祀活动 这些米都会被提前割下来 再经过特殊的守法烘干或者晾晒 听了大叔的话 长津便不顾大叔的阻拦 直接将大叔正在晾晒的米带走了一部分 然后再亲自对其烘干 可老上宫尝过之后却表示说 虽然是当初的那种生米 但却没有当初的那种味道 这种米是不能带给哥哥的 长津也非常的难过 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出了差错 老上宫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眼看着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 这天晚上大叔带来了已经晾晒好的惊吓米 老上宫尝过之后激动地泪流满面 在寻找的生米 并且希望众人在他死后 可以将这种米放在他的光国里 他想要带给哥哥 看着这名在弥留之际 终于完成心愿痛哭流涕的老人 长津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随后长津也亲自尝了一口这种米 这时他总算明白了 大叔手中的秘方是什么了 那些好吃的蔬菜 以及消除老上宫心中遗憾的生米 都是经过阳光反复地照射亮晒 需要付出的是自己的诚意以及时间 所以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都需要诚心诚意地 怀着一颗最初的本心去对待他 在经过时间的发酵 必将获得成功 这也是长津来到这里之后最大的收获 长津被发配到这里这段时间 敏大人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关系也更近了一点 而这一切也都被赶来的精英看到了 但长津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同样不知道的是 精英同样对敏大人有着好感 这份好感从他还没有进攻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 但让精英没想到的是 自己喜欢的男人竟然会跟长津走得这么紧 还亲自为长津挑选礼物 这让精英很是难过 同时也很是气愤 他和长津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地出现了裂痕 为此他便决定放弃这份隐藏在内心多年的爱 不择手段的一定要登上御膳房最高上宫的位置 只要敢于阻拦他的人都将会成为他的敌人 另一边的长津因为顺利地完成任务也被准许回到王宫 而此时也正好赶上御膳房最高上宫第二轮的竞技 这次的要求是烹饪出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海鲜 但必须是鲜活的 这可有些难度了 海鲜还好说 但以当时的储存以及运输条件来说 运到这里还是活的海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却有一家可以做到 那便是崔家 崔家是除了王宫之外唯一有冰块的家族 可等海鲜运过来的时候 管家告诉他 所有的海鲜都死了 这可把他给气坏了 而另一边的韩上宫同样也没有找到鲜活的海鲜 只能准备用腌制的海鲜来代替 同时他也做好输掉这场鄙视的准备 不过凡事总是会有转机的 这天晚上一名男人趁着夜色悄悄地潜伏到了内人们居住的房间 很快便有士兵追了过来 在郑上宫的陪伴下 开始对所有人居住的地方展开搜查 屋内的所有东西也被翻了得乱七八糟 扔得到处都是 藏身在这里面的男人也被一把笔拽了出来 等男人被带走之后 郑上宫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 于是便让身边的几名宫女开始收拾收拾 毕竟怎么说这里也是崔上宫的房间 可就在收拾的时候 郑上宫竟然发现了一本书 而这本书正是遇擅防历届最高上宫遗留下来的饮食秘籍 这本秘籍一直是保存在最高上宫的手中 如今却跑到了崔上宫的手中 显然崔上宫并没有把郑上宫放在眼里 郑上宫对这件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而这边崔上宫很快也发现秘籍丢失的事情 经过询问才知道 昨天的时候有人闯进他的房间 搜查的时候将所有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但他们并没有洞里面的任何东西 而是在郑上宫的吩咐下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回了原住 这件事情如果传到了大飞的耳朵里 势必会非常的麻烦 不仅他会有麻烦 就连提掉上宫也会跟着倒霉 违京之计也只能屈服于郑上宫 想办法跟他提出交换的条件 虽然崔上宫提出以他输掉第二轮鄙视为代价 希望郑上宫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郑上宫却根本就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两人也只好暂时离开令想他们 为了让郑上宫闭上嘴巴 几人甚至开始准备再给郑上宫的汤药里面加点佐料 让他彻底的闭嘴 可就在这时内事官传来了一个消息 宫内发生了大事 郁上宫有人感染了不知名的传染病 为了国王的饮食安全 凡是被感染的人们都将会被赶出王宫 郑上宫原本只是膝盖不舒服 但也被崔上宫诬陷被感染了疾病 并且以国王的命令为由来压郑上宫 就这样身体健康的他也被带出了王宫 第二天的时候 提掉上宫让韩上宫带人调查这些人患病的原因 但经过调查 预膳房内所有的食材都没有任何问题 无奈之下 韩上宫只好让大家多烧开水 将用到的抹布 以及会接触到食材的所有厨具 全部放在开水里面煮一遍 这边正忙得不可开交 提掉上宫这边却还在想着 怎么处罚被诬陷的郑上宫 手下的宫女生患不知名的疾病 又没有及时汇报 应该追究她失职的责任 于是在提掉上宫的建议下 崔上宫变成了预膳房的代理最高上宫 崔上宫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将韩上宫以及长津安排到了接待明朝使者的太平馆 到时候作为预膳房的最高上宫 功劳自然是自己的 出了问题自然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责任也会被推到两人身上 第二件事便是来到历任最高上宫居住的房间 很是体验了一把当最高上宫的感觉 同时还不忘寻找被郑上宫拿走的饮食秘籍 但他却一无所获 另一边长津以及韩上宫非常担心郑上宫的身体情况 于是便委托养父去看望郑上宫 进去之前还不忘用简易的口罩遮住口 大叔将宫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给了郑上宫 郑上宫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帮自己送一封书信 等到大叔离开之后 郑上宫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 正是崔上宫一直在找的书 从书信中韩上宫得知 郑上宫并没有欢迎 而是被人给陷害的 如今并无大碍 嘱咐两人一定要做好职责之内的事情 两人对郑上宫的遭遇很是不满 这肯定是有人从中陷害 其幕后主使之人很可能就是崔上宫 崔上宫也很快便因为他的行为而付出代价 为了迎接明朝使者的到来 玉膳房准备了丰盛的食材 但等到使者用餐的时候 端到他面前的竟然是一桌子的萝卜咸菜 吴大人对此很是生气 要知道这招待的可是天朝上国的使臣 并且还关系到他们的王子能否册封为世子 韩上宫想要解释 可却被吴大人不由分说地让人给带了下去 长经看到韩上宫竟然被人给带走了 于是赶忙跑过来求情 表示说之所以会为使者大人乘上这些菜品 是因为听说使者大人患有糖尿病 再加上使者一路舟车劳顿 实在不宜使用油腻的食物 虽然使者大人已经在服用糖尿 但这并不是单单依靠糖尿就可以治好的 最主要的是改变之前的饮食习惯 再加上食疗才能得到恢复 韩上宫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会给使者大人乘上这些食物 并且还告诉使者大人 只需要给他五天的时间 如果使者大人能够按照他的要求饮食 身体一定可以得到恢复 胡大人自然不会相信长经的话 于是便准备将长经也拉下去关起来 可却被使者大人给拦住了 使者大人对长经说得十分感兴趣 便答应给他五天的时间 但如果五天的时间身体还是没有得到恢复 必定会让他好好尝试一下明朝锦衣卫的酷刑 这件事情也很快被大妃知道 大妃对此很是生气 崔上宫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果然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卸到了韩上宫 以及长经的头上 并且表示说会亲自负责使者大人的饮食 随后崔上宫便带着精英赶了过来 但却被长经给赶了出去 理由是使者这五天的时间内 只会吃长经做出的饭菜 崔上宫也只能带着精英灰溜溜的离开 长经在这五天内对使者的饮食很是上心 每天都变着花样给使者做着吃 可每次使者的表情就跟吃毒药差不多 这一切也都被一旁的吴大人看在眼里 很快五天的时间变过去了 吴大人唯恐使者责怪他们招待不重 于是便让崔上宫亲自做了一桌子的美食 让使者享用 并且表示让使者大人先享用美食 之后再随意处置这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宫女 看着使者大人对食物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长经则是被吓坏了 崔上宫以及精英则是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可使者并没有责怪长经的意思 反而开始给长经道歉 表示自己破坏了长经制定的饮食规矩 但也仅此一次而已 今后他还是要继续吃素 原来使者大人也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 但人的意志实在是太脆弱了 明知道是对自己有害的食物 但还是要吃下去 对于长经宁可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为时刻考虑的精神 使者给予了很高的赞赏 并且指定长经在自己出使朝鲜的这段时间内 所有的饮食都有长经以及韩上宫亲自赠 使者大人高兴了 册封世子的事情很轻松地便得到了解读 对此国王以及大妃都十分地开心 这一切的功劳自然也落在了崔上宫的身上 跟韩上宫和长经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另一边的郑上宫 此时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众人都非常的疑惑 但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时大叔试探性地询问 用不用他在宫外买点药材试一试 但却被两人都否定了 因为郑上宫自从生病之后 一直是宫内的药房负责抓药监药 他们认为宫内的药材必定是最好的 但郑上宫却并没有这样认为 于是他偷偷地找到美琴 让他拿着自己服用的药去民间找一个大夫询问一下 这些药的具体作用 第二天的时候 美琴变情绪激动地将一名英女给推了进来 表示说他询问过大夫之后得知 让他的肾脏加速衰竭 从英女的口中得知 他也是被人给逼迫的 郑上宫第一个便想到了跟他有过节的提吊上宫 于是便让人给他送了一封信 请他过来一选 郑上宫对提吊上宫表达了自己想要重新回到御膳房 直到挑选出新任的最高上宫为止 但却遭到了提吊上宫的无情拒绝 见提吊上宫竟然不识实物 郑上宫马上说出了他的汤药被人调换的事情 提吊上宫还想否认 郑上宫接着告诉他 他所服用的药材民间根本就没有卖的 只有王宫才会有这些药材 并且只能由最高上宫保管的饮食秘籍 为何会出现在崔上宫的手中 如果这件事情会报给大飞的话 你提吊上宫也难逃一个逊私舞弊的罪名 到时候恐怕你想待在宫内也没那么容易了吧 面对郑上宫光明正大的威胁 提吊上宫背弃的七窍生烟 可他回去之后又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原来大飞已经知道了太平馆的事情 是崔上宫在后面捣鬼 原本属于韩上宫以及长津的功劳被崔上宫一人领取 于是便狠狠地对着两人臭骂了一个 大飞之所以会知道这件事还是王后的功劳 王后非常感谢长津对他奶妈的照顾 于是便将长津叫过来询问奶妈临死之前的一些事情 还没等长津回答 内侍官便将话给接了过去 表示说奶妈走得非常的安详 并且将太平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事全部告诉给了王后 一个对国外使者都如此伤心的人 肯定会尽心尽力地伺候奶妈 王后听后很是开心 随即便亲自找到大飞 将这件事详细地告诉给了大飞 大飞对崔上宫的做法很是不满 同时对韩上宫以及长津遭受的委屈也深表同情 于是便亲自赶到御膳房 宣布将这次接待明朝使者事情 作为竞选最高上宫的第二点 作为御膳房的最高上宫 所具备的德行 不仅仅是会做出好吃的菜肴 必须要有一颗不忘初心的心 关键时刻能说服国王才行 唯有这样才能维护国王的身体安靠 这一点韩上宫和长津做到了 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 所以第二次测试韩上宫获得胜利 韩上宫师徒两人一脸的开心 反观崔上宫和精英则是满脸的怨恨 大飞趁机也公布了第三场竞赛 这场比试十分的奇特 没有具体的要求 只要能做出各自认为最好的食物即可 韩上宫第一时间便想到了 昔日他跟好友一起埋糖的调味 想要用他做出一道八卦汤出来 当初他跟好友约定 不管是他们谁成为最高上宫的时候 就用这坛调味醋做出一道美食表示庆贺 长津也从母亲遗留的饮食手杂里面 发现了母亲的记载 为了可以帮韩上宫赢得最重要的比试 他也选择了母亲曾经埋藏起来的好东西 但让他奇怪的是 这里好像是被人给动过 可现在四周并没有其他人 他也只好放下心中的瘾火 将母亲埋藏的宝贝给挖了出来 尝了一口发现珍藏二十年的东西 味道出奇的纯整 另一边崔上宫也在委托哥哥 帮他找来最好的食材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于是他便找人安排令露监视 韩上宫以及长津的一举一动 随时向他们汇报情况 令露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连生 本想跟连生交换一下两家上宫的信息 可没想到平时单纯善良的连生 这次也学尽了 在交换的时候 直接给了令露一张白笔 不过令露自然也什么都没有写 为此他感觉十分的生气 平时老是憨厚的连生 什么时候竟然变得如此的轨迹 于是便趁着夜色又跑到连生的房间 想要趁着连生说梦话的时候 将消息给套出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连生竟然是一个标准的吃货 一说到关于好吃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说出来的话自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气得令露直接将一根毛笔 塞进了连生的嘴里 而连生则是开心地作了起来 一无所获的令露 只好趁着夜色跑到了厨房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厨房里面早已经一片狼藉 冬虫下草不见了 海参还有鲍鱼也被一旁的老母鸡给糟蹋 可明天就是比试的时间 其他的食材还可以重新领取 但冬虫下草以及海参鲍鱼之类的宫内 也没有多余的存活 无奈之下韩上公也只好连夜出宫 希望可以在比试开始之前找到能用的食材 可他跟大叔两人连夜到处都找遍了 仍旧一无所获 直到早上的时候才找到需要的冬虫下草 为了不单的比赛 大叔让韩上公先回去 自己则是去市场上去买些海参以及鲍鱼 虽然韩上公已经跟街上的虾子鱼饭 订购了鲍鱼以及海参 但这些东西毕竟属于珍贵的水产品 并不是每天鱼饭都会进货 所以还是保险一点比较好 可韩上公刚刚乘船离开 大叔便发现 韩上公在船上被人给绑架了 但这些人既没有劫财也没有劫色 反而是将船往相反的方向开去 为此大叔第一时间找到了内敬卫的敏大人 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帮助 敏大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马上前去帮忙寻找 御膳房最高上公竞技比试 崔上公由精英帮忙 这边却只有长津和连生 至于韩上公则是被崔家的人给绑枉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韩上公缺席比赛 最高上公的位置必定是属于崔上公的 由于韩上公迟迟没有回宫 提掉上公便准备解除韩上公的比赛资格 可长津并不愿就此放弃 他相信韩上公很快就会回来的 希望提掉上公准许让他参加比赛 直到韩上公回来为止 可崔上公却不愿意 表示他一个小小的内人 怎敢如此地放肆 可他的行为却遭受到了 郑上公的无情嘲讽 表示说你是在恐惧 跟一个小小的内人比试 还是害怕韩上公回来 这时精英也开口了 他也表示支持长津的做法 因为他知道韩上公是不可能回来的 同时他也想借此彻底地打败长津 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以解心上人被抢走的怨恨 回到厨房的长津却发愁了起来 韩上公没有回来 需要的食材自然也没有 可就在这时 有人送过来了海参以及鲍鱼 原来是韩上公之前预约的 瞎子鱼饭亲自给他送过来 至于其他缺少的食材 美琴以及阿昌也从其他的厨房给借了出来 如今万事俱备 长津很快便准备好了第一道菜 长津端上来的是一碗鲍鱼内脏粥 虽然味道很是不错 但精英做的五子粥显然更符合大飞的胃口 无论是从心意还是功效来说 都是精英的更胜一筹 长津的第二道美食是乔麦卷 也没能赢过崔上公的鱼皮卷 第三道菜是一道凉菜 这也是崔上公最为擅长的 国王 大飞以及王后尝过之后都感觉十分的不错 至于长津盛上来的则是一道海鲜拼盘 大飞尝过之后连连点头 王后尝过之后也是赞不绝口 国王询问长津这道拼盘为何会如此的特别 长津解释说这道菜的蘸料用的是埋藏了20年的调味醋 众人都十分的惊讶 长津进宫还没有20年的时间 他去哪里弄得叫藏20年的调味醋 很显然长津的这一道拼盘帮他扳回了一局 接下来崔上公的第四道烤最下获胜 之后只要崔上公再赢一局 御膳房最高上公的位置就是他的 第五道菜崔上公准备的是烤肉 长津准备的则是叫花鸡 可国王对叫花鸡的品相却十分的不满 不过在他们品尝之后 却发现貌不起眼的叫花鸡竟然如此的美 可国王却十分的疑惑 长津烹饪叫花鸡没有使用任何辛辣的调料 为何会有一种微微辛辣的感觉 长津赶忙解释 这是使用了芙蓉干的缘故 至于芙蓉干就是在灶台下面长期经过加热的泥 必须经过超过十年的加热冷却之后 加上水就会呈现出红色的细腻状 再用这些细腻包裹住准备好的叫花鸡 经过烧制之后便会有一种微微辛辣的感觉 长津的别出心裁又让他赢得了这一局 至于崔上公眼看着在营一局最高上公就是他的 可却遇到了长津 气得他血压直接飙到了一北八 但长津作为主角 可不是他能打败的 后面的几道菜 长津开启了作弊模式 使用了主角光环 没有丝毫意外地获得了胜利 到了最后一道菜的时候 长津呈上来的是韩上公一直想要准备的八卦汤 以及山草莓蘸白糖 王后十分的疑惑 询问他为何要准备这道菜 长津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随后表示说山草莓是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为母亲吃的最后的食物 因为母亲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咬碎山草莓 他帮母亲咬开之后喂进了母亲的嘴里 母亲吃过之后面带微笑地离开了人世 国王被长津的孝心深深地感动 当即宣布这一局长津获得了胜利 既然国王都开口了 大飞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在宣布长津获得胜利的同时 也宣布韩上公将接任正上公的位置 成为御膳房下一任的最高上公 听到这个结果崔上公满脸的铁青 精英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虽然韩上公接任最高上公的事情已经成了事实 但他之后接任御膳房却并不顺利 这个女人太坏了 刚刚输掉了最高上公竞技的比赛 但他却依然不服气 于是便在私下里拉拢御膳房所有的管事上公 以韩上公没有参加第三场比试 身份还是见名为由 拒绝参加新任最高上公的接任仪式 虽然郑上公已经拉下脸找到提掉上公和崔上公 祈求他们一定要多照顾照顾韩上公 大家都个退一步 可等到了韩上公接任最高上公的典礼上 却没有一人前来祝贺 而此时他们正聚集在一起商议着如何将韩上公给赶下去 郑上公得知这一切之后直接气得晕了过去 由于郑上公身体的原因 宫内又有规矩 除了国王身边的女人 其他的任何女人都不可以在王宫内去世 因此郑上公也被带出了王宫 辛辛苦苦在宫内操劳60年 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本心在宫内做事 如今却换来了这样的结局 出宫不久 这名老上公也走完了他人生所有的道路 可韩上公他们却遇到了难题 自从韩上公当上最高上公之后 御膳房便没有了其他人的身影 只有长津 连生以及几名年幼的宫女每天在不停地忙碌着 可即便如此 他们的磨难依旧没有结束 由于天降大雨 王宫从明朝进口的大闸蟹发生了变质 内侍官训斥众人这么贵重的东西为何不用心保管 可众人都表示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原本负责这件事的韩上公 自从接长御膳房之后又没有参加过任何的会议 提掉上公则趁机表示早已经通知了韩上公 至于他为什么不来就不知道了 其实这一切提掉上公根本就没有告诉韩上公 会议的时候更是直接将他给拦在了门外 但这一切内侍官自然是不知道的 于是亲自跑到御膳房 狠狠地将韩上公给臭骂了一顿 并且警告韩上公 三日之后就是国王册封疏源的宴会 千万不能出差错 这可把韩上公给吓坏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三天的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一个盛大的宴会 而另一边原本属于御膳房管辖的上公们 还在商量着如何逼迫韩上公退伍 崔上公更是大放厥词 虽然是书园娘娘的策封宴会 但只要我们所有人同心协力不配合韩上公 到时候处罚的自然会是韩上公 总不至于连我们所有人也一起处罚吧 他们更是商量着这里所有人 集体不去参拜新的书园娘娘 借此来表达对韩上公的不满 这时韩上公也赶不过来 质问这群人为何如此的不知灵 个人仇怨怎么能跟大义纠缠在一起 参拜书园的时候御膳房也只有韩上公一人 对此书园很是不满 于是便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大飞 提掉上公以及吴大人这时 也在一旁开始煽风点火 说着韩上公的各种不适 而另一边的韩上公也明白 这样继续耗下去终究是一个大问题 于是便不顾长津的阻拦 他要找到大飞 辞去御膳房最高上公的位置 长津告诉他 还没有完成已故郑上公的遗愿 又怎么能自动放弃好不容易迎来的位置 此时韩上公的内心也是万分的能力 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的离开 去找大飞说明一切 但他来到大飞的寝宫之后 并没有提出辞职的事情 韩上公解释道 由于上次第三轮比试自己没有参加 隶属于御膳房的所有上公对他很是不满 所以他希望重新再来一次比赛 但这次如果他侥幸赢得了这场比试 就把御膳房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全权处理 长津这时才明白原来韩上公并没有放弃 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反击 很快崔上公一行人便接到了王后传话的通知 他们还天真的以为是王后准备接纳他们的建议 可来到御膳房的广场之后 迎来的却是王后劈头盖领的训斥 首先训斥众人对上级的命令拒不执行便是大不尽的行为 但念在韩上公并没有参加第三次测试 所以这次的事情也就不再追究了 王后下定让韩上公以及崔上公通过蒸米饭的方式 来竞争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评委则是御膳房的所有上公 他们将通过投票的方式来选取获胜者 崔上公使用的是白瓷碗 韩上公使用的是黄瓷碗 白瓷碗里的米饭有点粘稠并且非常的柔软 崔上公使用的方法是在锅盖上压上重物 然后将锅边缘的缝隙全部给粘起来 从而阻止蒸汽外泻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高压锅 在压力的作用下米饭自然会更加的柔软 可等到揭晓投票结果的时候 很明显是韩上公赢得了比试 为何明明崔上公做出来的米饭得到了赞赏 结果却是韩上公获胜 这时参加评选的上公为大家做出了解释 虽然白瓷碗的米饭比较软末 味道也虽然十分的不错 但他更喜欢比较有嚼劲的米饭 这让王后十分的疑惑 为何一个锅里面同时有软的米饭和有嚼劲的米饭 这时韩上公为王后做出了解答 原来他在煮米饭的时候将一个播放在一边 水会进入道里面 这样就做成了有嚼劲的米饭 中间的则是普通的米饭 一边的则是比较软糯的米饭 国王喜欢有嚼劲的 王后则是喜欢软糯一点的 这些喜好韩上公自然十分的清楚 至于其他的上公 韩上公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 对他们的喜好自然是一清二楚 由此可见韩上公心思的缜密 王后以及大妃对此都十分的赞赏 王后更是当众亲自任命韩上公为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并且赋予他全权掌管御膳房的权力 隶属于御膳房的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对韩上公最不服气的自然是崔上公 在他看来 他们崔家整整在宫内连任了五任的上公 整个朝鲜御膳房的历史就是他们家族的历史 家族的荣耀如今到了他这里 却被人狠狠地见他修复 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 而另一边 韩上公带着长津先是祭拜了死去的郑上公 接着又陪着长津来到他母亲的坟前祭拜 他不知道的是这里埋葬的 正是他心里一直念叨的好友 长津同样也不知道母亲最亲密的好友 正是眼前这个带自己如同亲生女儿的韩上公 长津在母亲遗留的饮食手闸中 也知道母亲曾经有一位好友 但他不知道母亲的这位好友现在还在不在宫内 是否还活着 韩上公当上御膳房最高上公之后的第一次例会上 便将之前一直反对他的崔上公给发配到降伍 成了一名看守降料的管理员 又将之前一直支持他的两名上公调到了自己的身边 但他并没有处罚其他的上公以及内人 如此恩威病逝也算是让他在御膳房树立起了自己的威胁 跟他最为亲密的长津也得到了提拔 刻意为他安排了一个出难上公的位置 跟现在的会计负责的事情差不多 自从崔上公被发配之后 之前一直围在他身边的上公们见到他的时候都赶紧躲开 唯恐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可他显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还在叫嚣着等回去之后绝对不会放过这些人 长津当上出难上公不久便发现了大问题 负责王室其他成员的小厨房每次领过食材之后 并没有将多余的归还 直接让御膳房多消耗一半以上的食材 内侍官怀疑是其他小厨房的上公 以及内人在其中做的手脚 于是便准备将这件事上报给王后 请王后亲自处置 可敏大人却认为这样不妥 毕竟这件事情牵扯进来的不是一两个人 而是宫内所有小厨房的人 维京之济士悄悄地调查这件事 等证据充足之后再对领头之人做出处罚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这群上公们也在商量着如何应对这件事 毕竟这些事情他们都参与了进来 平时人情送礼的时候用的都是这里面的东西 有些上公更是会将这些东西直接偷拿出工贩卖 如今韩上公追查这件事 他们也只好找到提掉上公帮忙 毕竟当初大部分东西都是送给他了 可王后早有旨意 这段时间不允许他插手于膳房的事情 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崔上公 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帮助 崔上公也没有让他失望 马上找到他的狗腿子令路 让他将长津最近查看的账本给偷出来 令路也没有让他失望 很轻松地便将长津最近查看的账本给偷了管 但却被崔上公发现了长津藏在这里面的饮食手杂 他以为这只是韩上公传给长津的饮食秘籍 可令路在听到之后却激动地两眼放光 于是便将他给偷偷地藏了下来 但在他偷偷查看的时候却被连生看到 连生对此很是好奇 一把便将他给抢了过去 就在两人争抢的时候 韩上公走了进来 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韩上公被惊呆了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上面的笔记正是他好友的 于是马上开始询问令路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令路只好随口编了一个理由给搪塞了过去 第二天的时候 这件事也传到了崔上公的耳朵里 让他奇怪的是饮食手杂竟然不是韩上公的 但如此老旧的饮食手杂为何会出现在长津的手中 显然这不是长津写的 唯一的可能便是其他人送给长津的 但宫内什么人又会将如此重要的东西送给长津 思来想去崔上公终于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在多年以前已经被他害死的人 再结合长津刚刚入宫时候种种怪异的行为 以及哥哥当初对长津的怀疑 他认为长津很可能就是被他们害死明依的女儿 年轻的时候 任翠大飞想要粉翠他们崔家的势力 他就在任翠大飞的膳事里面添加了点佐料 但却被身后的明依看到 于是明依便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宫内的一名上公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名上公也是崔家的人 当天晚上他就被人给带到了一处荒郊野外 由崔上公指认 诬陷他跟宫内的一名男子深夜偷偷地约会 最高上公为了维护宫内的规矩 于是便下令将他给毒杀了 本以为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二十年后 明依的女儿却来到了王宫 他明白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否则的话他们崔家彻底地就完了 于是他马上找到哥哥 他的哥哥也正为这段时间 遇膳房账目被调查的问题发愁 吴大人建议将参与调查这件事的 敏大人发配或者是流放 至于长津则交给崔上公负责 可他刚回到家中 崔上公便将明依还有一个女儿 以及这个女儿在王宫的消息告诉给了哥哥 哥哥顿时气地暴跳如雷 韩上公以及长津绝对不能让他们继续活下去 如果他们活下去 那么崔家就彻底地完了 精英在得知吴大人准备收拾敏大人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便找到了他 虽然敏大人经常跟长津一起 但他的心里还是喜欢敏大人的 他告诉敏大人 希望他可以投靠吴大人 这样就不会得到处罚 并且还对敏大人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可却被敏大人给言辞拒绝了 敏大人告诉他 他接受的教育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 你看错人了 至于精英对他的爱 他也无法接受 因为他的心里现在只有长津 已经容不下其他任何女人走进他的心里 第二天的时候 敏大人的领导便找到他 将他给拍到了海边让他打击窝口 看似是将他给流放了 实际上是让他由明转案 让他在暗地里秘密地搜集吴大人贪赃王法的证据 搜集足够扳倒吴大人的证据 另一边 韩上公还是跟以往一样亲自下厨为国王准备膳食 用到的调料自然还是珍藏了二十年的调味醋 用过之后便将毯子随意地放在桌子上 不久之后 这个奇特的罐子引起了长筋的注意 用鼻子闻了闻 发现味道竟然如此的熟悉 用手指沾了一点尝了一下 竟然跟上次自己用的调味醋味道一模一样 这时他明白或许母亲的好友正在御膳房之中 但询问几个小公民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罐子是谁的 等他离开之后 韩上公看着空了的罐子 不由地想起国王曾经说过的话 用这种调味醋做出来的菜品 味道格外的好吃 于是他便准备再去埋藏调味醋的地方再弄一顶 可他刚刚离开 长筋又跑了回来 看到原本放在桌子上的罐子不见了 于是便赶忙询问美情 美情告诉他刚刚韩上公把罐子给拿走了 长筋不由地一惊 在得到美情确切的答复之后 他这才明白母亲的好友可能正是韩上公 于是他又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美情 而此时的韩上公也从埋藏调味醋的地方 发现了长筋留下的书信 看过书信的内容之后 韩上公这才知道 自己的好友有一个女儿 而他正是长筋 就这样原本就轻如母女的两人 现在都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 激动的两人痛哭流涕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至此长筋在宫内总算有了第一个情缘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两人在不久之后便遇到了大麻烦 长筋将他跟母亲在宫外时候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韩上公 韩上公也将长筋母亲在宫内的事情说了出来 经过两人的分析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崔上公 但现在没有证据 他们也没有办法 长筋这时突然想到母亲还留下了一封书信 于是便带着韩上公来到他藏书信的地方 可打开盒子之后 里面却一无所有 无奈之下两人也只好先回去 可当韩上公看到长筋母亲遗留的饮食手扎后 他马上想到了一个人 正是崔上公的狗腿子令露 因为手扎就是在令露手中发现的 可不管韩上公怎么逼问令露 令露始终坚持自己没有偷拿什么书信 手扎也是他在无意中捡到的 而这封信此时正在崔上公的手上 正是他的狗腿子令露送给他的 第二天的时候三人便被韩上公叫了过去 韩上公准备在宫内秘密调查明依的事情 但又唯恐崔上公从中捣乱 于是便将崔上公 精英以及令露全部发配到了太平馆 并且没有得到他的准许不可以离开王宫 不过他们的机会很快变来了 国王准备出宫泡温泉 作为御膳房最高上公的韩上公自然是要跟随的 趁着这个机会 韩上公带着长精来看了他母亲小时候的居所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被几个标形大汉拦住了去路 他们正是崔上公哥哥派来刺杀两人的杀手 幸好由闽大人的手下及时赶了过来 原来韩上公和长精也知道 单单依靠他们两个的力量很难查出什么结果 于是便找到闽大人 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帮助 一直爱慕长精的闽大人自然没有拒绝 所以才派人在暗中保护 幸好成功地将两人给救了下来 崔家家主得知闽大人也插手了这件事 他感觉十分的惊讶 因为此时的闽大人应该已经被发配了才是 可他现在又出现了 只能说明他受到了上级的指使 在秘密地调查着什么事情 同样惊慌的还有崔上公 眼看刺杀不成 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抄家灭族 不过宫内很快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国王突然晕倒了 经过御医的诊治也无法判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很快崔上公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于是一个狠毒的计划便在他的心中酝酿了出来 他让人给哥哥送了一封信 让他想办法将这件事情诬陷给韩上公 因为国王出宫泡温泉 虽然是国王的意思 但却是韩上公的建议 并且去的地方还是韩上公的家乡 就连给国王烹饪用的鸭子 也是韩上公让长津亲自挑选 再由韩上公烹饪 虽然国王当时吃下去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回去之后却突然晕倒过去 崔家家住也马上找到了宫内的管事 告诉他国王突然昏倒查不出病因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国王平时服用的药材身上 国王平时除了服用汤药每天还要用膳 这一句话便点醒了管事大人 于是他马上便带人将韩上公给带走了 临走时韩上公嘱咐长津 一定要想办法调查清楚 但自从国王晕倒之后 所有跟随国王去过温泉的人都被禁止出宫 无奈之下长津只好找到在宫内帮忙的的养住 让他去找敏大人帮忙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人 崔家的人一心想要置韩上公以及长津于死地 只有他们两人死了 他们家族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还不会被泄露出所 他们崔家才能得以保全 而吴大人也准备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刚好不久之前跟他作对的一名大人被国王发陪 但他依旧不放心 于是便准备将这件事情上升到谋反的程度 诬陷韩上公以及长津是受人之使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林大人通过调查发现 当地人食用的就是这种鸭子 鸭子虽然喝了有毒的硫磺水 但鸭子本身具有很强的排毒功能 所以鸭子并不会出现问题 至于人吃了吃过硫磺的鸭子 不仅身体不会出现不适的现象 反而会越来越健康 硫磺本身是有剧毒的 但它能消除人体内的其他有害物质 直接服用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当地人便使用了这种方法 如此看来硫磺鸭不仅对身体无害 反而对身体十分有益 就在大叔高兴地以为含上功得救的时候 一队士兵赶了过来 以卖鸭子的老板参与谋反为由 将他给抓了起来 在宫内的长径自然也没能幸运 也被人给带走了 林大人回宫之后 马上将自己调查的结果汇报了上去 证明不是鸭子本身的问题 大人不敢怠慢 马上去找到医官 询问他们国王晕倒的真相 但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已经试过各种方式 去解国王体内的硫磺毒素 可一点反应都没有 显然国王的晕倒跟硫磺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随后医官找到崔家家主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嘱咐他一定要早做打算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这弄不好可是要抄家灭族的大罪 回去之后他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崔上功 可崔上功却不甘心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怎么能就此错过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杨母也来到监牢 看望韩上功以及长津两年 并且还带来了米大人的书信 信中告诉他们已经找到了证明他清白的证据 马上就可以放他们出去了 并且拿出了长津之前的装刀 让他点米大人回信一封 长津看到装刀的时候也愣住了 杨母告诉他 这是米大人让他带进来的 这时长津才知道原来米大人 就是之前自己曾经救助过于 虽然米大人已经找到两人无罪的证据 但事情往往总会事与愿违 卖鸭子的老板因为实在成事的势力 于是便驱打重装 承认是韩上功以及长津之事的势力 事情到了这一步 在吴大人看来已经是弱势 于是便准备经这件事的报告给国王 由国王亲自下令 处决韩上功自己长津 韩上功为了这些长津 让他可以活下去 于是便主动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的 跟长津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一直视长津为自己的 再加上长津又是自己好友的人 他更加的不可能让长津受了 就这样韩上功被关注了大法之中 等国王下令之后便回压往心脏 可没想到第一个来看望 上帝的竟然是催促 韩上功这时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催促 看到韩上功如此的样子 崔上功也总算放下起 明依的事情在韩上功看来是一个人物 但在崔上功看来却是自作人 如今韩上功即将会处理 这份恐惧也将会遇到去 事到如今韩上功知道自己的 他祈求崔上功组放过他 其后不知 他还是一个孩子 崔上功必须要留下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这么多人物 还有这样的放弃 只有斩好其中他的 他的崔家子 不就能够把自己的真相 甚至更多的地方 明大人同样也知道了这个 他其实是一把 最起码也 他看着这个 又从来没有起起 物流的线路 于是在第二天 他就能够把 现在搜集到吴大人盘装网 换取了还剩 但他们也一切 又在如何 跟长津刚刚相遇自己 自从八岁的时候 他失去了母亲 韩上功是让他第一个 感受到亲情的人 可如今他也死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让他万分的悲痛 可随行的士兵 并没有怜悯可怜的长津 反而将长津 强行给拉走了 至于韩上功的尸体 则是被扔进了海里 另一边 敏大人也收到了消息 可等他赶到的时候 还是晚了一步 开往几州岛的船只已经出发 他也只能站在海边 默默地望着船只越来越远 望着他最心爱的女人 离他越来越远 往宫内 连生也收到了消息 这是宫内唯一一个 还在关心着长津的人 他跑到提吊上宫面前 祈求可以将自己 也发配到几州岛 这样长津一个人 就不会孤单了 为此他愿意挨一百板 哪怕是一千板子 只要能让他跟长津在一起 他也愿意 提吊上宫以为连生疯了 放着宫内的好日子不过 却要跑去几州岛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阿昌也赶忙将连生给拉走了 能有一个这样的闺蜜 一辈子也不会来 长津不仅有一个好闺蜜 还有一个好养父 大叔同样也知道 长津被流放的消息 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 他也做不了什么 可他还是趁着老婆不在的时候 偷偷地将老婆的私房钱 给找了出来 准备去救长津 刚刚出门 却遇到了垂头丧气 赶过来的敏大人 通过两人的口中 敏大人得知了一个消息 他手里的装刀就是长津的 长津也正是他的救命恩人 听了大婶的话 敏大人转头就走 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为了长津他决定要前往几州岛 而身在几州岛的长津 来到这里之后 并没有放弃重新回去的打算 经常会偷偷地逃走 但每次都会被抓回来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名名叫张德的医女 他也是这里的官邸 医女对长津经常逃走的事情 也早有耳闻 果不其然这次长津也邀请他一起逃走 但这里是几州岛 四周都是茫茫大海 又能逃到哪里 但他还是给予了长津帮助 作为医女很轻松地 便将长津伪装成了一个患有水痘的病人 水痘在当时可是属于非常厉害的传染病 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士兵们将他带到了一处茅屋 让他在这里等死 可他却趁着看守的士兵睡着之后 再次偷偷地溜走了 他按照医女的吩咐 来到海边的军营 报上医女的名字 原本以为可以让他乘船离开 可没想到医女却骗了他 就这样他的逃跑计划再次失败 作为这次逃跑的惩罚 他将要接受二十板子的处罚 如果再有下次 他面临的将会是更加严厉的处罚 挨完板子之后回来的途中 他又遇到了骗他的医女 于是便赶忙上前询问医女为何要骗自己 医女非常诚恳地告诉他是为了救他 作为官毕首先要学会放弃 否则的话很难活下去 作官毕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所以必须要先活下去 可长津却不这么认为他坚持的东西 他从来是不会放弃的 另一边 敏大人也来到了几州岛 为此他放弃了原本属于他的官职 而在岛上 马厩里面的马匹突然四散奔逃 管师的赶忙叫人前去追赶 等他跑回马厩的时候却发现 长津又一次逃跑了 他一路跑到山上 身后的追兵也越来越近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突然有人将他给拉了过去 救他的人正是敏大人 长津经经常逃走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 这次他不仅仅是为了感谢长津 最重要的是为了劝说长津 让他不要再逃了 就算逃跑成功 也会像当初他的父母一样 过着暗无天日 终日惶恐不安的生活 维京之计只能是暂时留在这里 他会想办法调查这件事 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 一定会还韩上公和长津一个清白 经过他的开导之后 长津总算想通了 他也将会用另一个身份 开启他的复仇之路 这次准备我们可能使用的 寻 complications 可儿 吗 他们可能只要可 里巴